熊带琳临盆在即,素颜运度照流出,网友,离开郭富城他变化好大 昨天晚上熊带琳的经纪人在INZ上晒出一组跟熊带琳的最新合照,并配纹漂亮准妈妈,照片中的熊带琳暗色红润,身穿一套枣红色毛线裙,状态很不不错 怀台七月并没有使他身材走行,反而曲线玲珑勇志,女人味十足 曾经的熊带琳因为跟郭富城的一段绯闻受尽了委屈,当初熊带琳为了跟郭富城在一起,不惜跟未婚夫分手 但跟郭富城相恋七年却始终不被公开,最终只换来一个经典的邪字论 而郭富城跟芳元在一起短短一年就结婚生女,现在正马不停提拼二胎,这其中的酸出恐怕只有熊带琳一人知道了 去年10月,37岁的熊带琳嫁给香港百亿富豪郭可颂,两个人恋爱结婚之际拍了很多大胆的照片,熊带琳高调是爱,仿佛是在弥补自己在上一段恋情中的遗憾 从合影来看,熊带琳绝对是一个喜欢秀幸福的女人,很多网友感慨真不知道熊带琳跟郭富城在一起七年是怎么忍过来的 婚后熊带琳的生活很是甜蜜,怀孕后老公更是寸步不离照顾得非常周到 两个人一块外出,熊带琳要上洗手间,老公担心他出意外,一定要手牵手陪住他一起去洗手间 有助百亿身家的郭克颂能够做到这个地步,可以看出熊带琳这次真的是选对人了 都说老公是不是真的爱你,生过娃考验一下就知道了 反观方圆,结婚后很快为郭富城担下一女,在微博上发文,称自己的颈椎跟脖子疼了好久了 一弯腰就酸痛,不知道是不是得了月子病了 在这种情况下,郭富城还要拼二抬,不少网友吐槽说郭天王也太不体谅人了 很多人评价说,熊带琳离开郭富城之后真的变化好大,幸不幸福全都写在脸上了 一看就是找对人的感觉 方圆跟郭富城在一起后,郭天王也是一反常态开始狂秀温爱 关于熊带琳跟方圆两个,你有什么想说的?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